也是福克斯电视网历史上最成功的剧集之一 自1993年开播以来 X-DARM不仅成为无数剧迷心目中的经典 更是如今美剧里常见情节和设定的鼻祖 该剧的主机曲被国内的电视台多次使用 我就在之前一档法制栏目意外的听到 这美国的科幻剧主机曲都被国内用在法制栏目上了 你说它影响能不大吗 该剧主要讲述是美国FBI下属的 专注于神秘事件的研究小组X-DARM部门 这里储存着几十年来遇到的无法解释的超自然现象 外星人、不明飞行物、不可解释的自然现象 基因突变的怪兽、古老的咒语与传说 这些话题如今在互联网上随处可见 但是在20多年前 在还没有普及internet互联网的时候 想要找到有关超自然事件的相关信息可是不多的 来自遥远的中国北京 大腿北路精神病院 据谣传他们是国内最早开始研究超自然现象的民间组织 金院长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 大家好我是金院长 我们是国内第一批研究这种超自然现象的组织 现在已经被获得了精神病院的称号 其实大家今天主要是来聊一聊S档案 其实今天要来聊S档案主要一个原因是 主要是他马上应该就是在16年1月份要重新开启新的一季 现在也有管这个叫第十季的 对于我们这些最早的S档案迷来讲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一件事情 因为的确是这类题材就是解释超自然现象 包括外星人这些外太空的这些神秘的不可解释现象之谜 这还是受很多人追捧的 对对对对 而且我应该印象中应该是前几年的危机边缘 通常的翻译危机边缘 他们这句结束之后好像一直就没有在出现 好像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这种 你说到这危机边缘其实还挺逗的 危机边缘如果你注意的话 有一集开头会他们在有一个法院里边 也不是法院就是他们在听审 危机边缘组织到底是不是该关闭的时候 特意还提到了 美国有两个部门是一直在赔钱的 S弹案和你危机边缘这两个部门 原来是早有梗在里面 他们的导演 其实也是现在正好拍星战的导演 勾勾 他实际上是对S弹案是非常崇拜的 确实里边有很多对S弹案致敬的地方 其实对于我们来讲 史不第一代咱们也不好说了 但我确实说看美剧 可能比较早在90年代就开始看美剧 其实在90年代 还没有科幻这个词 很少用 而且在民间 大家好像还没有说你看科幻 都是说超自然现象你知道吗 或者都是这么聊 反正对于我来说 我那会应该上初中 我看完这剧之后 我就开始买飞铁探索了 还有奥秘那个 但奥秘有点偏小说的 他因为连载故事的 他跟飞铁探索还是比较硬的 这是当时看来 对 当时可能没有科幻 其实不光是没有科幻 我想说的是 我看的第一部 其实很多人说看美剧 可能是有时从24小时开始的 有时从冤狱开始 对吧 再老的是老友记 其实我们可能更老一点的是 从S档案开始 这种所谓的时候看美剧 就是你看的是英文的 然后底下是配字幕的 因为在之前那种成长反倒 就是中文翻译过来的 所以S档案对于我们这种 比较老的美剧 看美剧的人来讲 真的是一种 心中不可磨灭的一个经典 就是无法超越 一说到又真是一下 回到20多年前 感觉是还是VCD的那会儿 因为我那会儿看24小时 从VCD看了 我说美国这电影这么长 一拍拍多少这么急 我说美国 这当时觉得 因为他人家用拍摄手法的 比咱们要先进 所以就看起来 跟电影一样 因为咱车远了 咱就说 其实在当时90年代初期 国内可能还没有 都没有普及到电脑 还有Internet 互联网非常少 那时候 在国内如果你能看 当时如果能看 S档案这部剧 就是说 可以说当时就是 觉得我当时 小儿心里 很震撼 其实更多 都是觉得这动作 挺恐怖的 你知道吗 就是你不了解的 真的就是 你会觉得 这边好多东西 因为你家里还放什么 编辑部 什么渴望这种 就是突然给你放 一个S档案的 这个 当时S档案 应该是只能在 凤凰卫视看到吧 最早是香港台湾那边 就是亚洲 他们是同步播出 咱们这边还没有 而且就是说 当时给我看的 就是这剧里边 很多经典的剧情设定 也是影响后来 很多这种好莱坞的 这种科幻电影 其实相对来说 基本上大家算是公认的 S档案是开启了 这种21世纪美剧的 很多的这种玩法 这种电击 这种拍摄手段 都是从他们这块发起 这个意义还是挺深的 对于后来 包括他的角色的设定 因为哪天我又重新 重温了一下 第一集第一集 我发现就是 这个剧里的男女 两个主角 一个是男主角 Moder 他是一个专注于 XM部门的 也是这部门 就他一个人 之后上边的领导 给他配备一个女助手 完了 这个女助手 恰巧是一个 医学院的一个博士 刚毕业的 他们之间 第一次的对话 让我就想起了 福尔摩斯 这个由二者 设定了 一个是坚信 自己的这种直觉的判断 一个人就是坚信科学 任何事情 都可以用科学来解释 对 其实这种搭配在美剧里 是比较常见 但你说的第一集 有一个小的细节 不知道你注意没注意 就是在这个戏里边 后边会出现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角色 叫矮男 对吧 Conserman 有这么一个人 这个角色 就是一老抽烟的著称 他也没有台词 就是到后期 我印象中非常少 他到后期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但是在第一季 第一季的时候 这个人一直在背影出现 对 就是大家在一会儿开会 他也不说话 他就抽烟 对 第一季的时候 他有出现 所以就是 你知道这是 你知道这是什么定义吗 这是老领导 老领导 老领导 就是你 他虽然不说话 但是你得小心点 你知道吗 但就是说 能看出这部戏 在他开始的 这个之前真的是没见过 就是这种伏笔 所谓的挖坑 现在叫挖坑了 就当时没有这么一个说法 就这种坑挖的这么深 就有这么一个人存在 可能这个季的结尾 这个人才稍微你感觉 这个人是一个好像很重要的角色 到了第二季第三季之后 这个人才慢慢发现 是这个剧情的一个核心 这个也是算是挖坑了 咱们先聊聊 剧情 咱们先聊这部剧 因为我相信 还是有一部分 人还是没看过这个剧 你能聊 就是说当初 你在看这部剧的时候 剧给你留下 特别深刻的印象 其实就是真的 就是因为 比较喜欢艾南 所以可能就是 艾南的 就是你挺完后看的 叫艾南密史的 有这么一集 这集特别给我印象深刻 是因为 就是艾南是这样 就是之所以 他在美国特别成功 其实这个片 大概去介绍一下 这个片在 刚开始适应的时候 福克斯是对这个片 几乎是不抱于任何希望的 就是他们可能是 是一种小众剧 对 都觉得这个戏 不太可能火 但是呢 就为了填补空档 就让他们拍了这米级 关于外星人的 对吧 因为那会儿 你能想到的科幻 应该都是天上去飞飞碟 但是这个片子呢 说科幻说外星人 这一集 你也见不着飞碟 你也见不着外星人 对吧 就是一堆 这个FBI的人 开着车满处 满处瞎溜的 就这么一个感觉吧 然后 其实他这部剧里边 其实有好多噱头 包括他 他就是透露一些 就是美国军方秘密 研制航天武器 这之前咱们也是看 很多地摊的那些书记 能找到美国军方 好多阴谋论的一些东西 他之所以后来的成功 就是这种阴谋论的 所谓阴谋论 这是从他那块兴起的 阴谋论 这种产生 然后 所以他这个剧情里边 一半是真 一半是假 对 这也是吸引很多人 尤其是吸引当时 也在大洋彼岸的 中国的我 就是 小时候受的教育 就是美国主义 当时有一对 就觉得他们都不好 完了 觉得那边挺震撼 他们怎么这都可以说 这在国内是不准许的 怎么能 随意地批判 国内可以批判美国政府 他们也是在批判美国政府 所以当时让咱们看到 其实就是说 他里边有个挺好玩的 就是笑话 我不太好确定 这是不是真事 但是圈子里边 一直会有人说 就是说 克林顿当了总统之后 他肯定就是 也要去FBI去视察 就是第一次进入FBI的时候 就是直接问的局长 就是SR这个部门在哪 我要去看 他当真了 因为他真的特别 包括里边的这些人物的角色 那个深猴这个角色 是直接从美国很著名的 水门事件的这个名称 遗留下来的 包括罗森维尔事件 好多科幻 对科幻可能不够了解的人 认为罗森维尔是一个胡编的事情 但实际上 罗森维尔真的是发生过的 而且是一个悬案 虽然现在美国号称 他公布了这个档案 但是其实很多人 还是认为他掩盖了一些东西 可不会这么理解 就是说在这部剧出现之前 美国大部分的这种超自然现象 包括这种 怎么说 这种不可以 就是说对外公布的一些档案的 以这种题材来做的 这种影视剧 还是像ET那种 就是说还是有娱乐性 对吧 ET很有娱乐性 但是在之后 这部剧真是把这个事 就是说摊开了 摊成一个真实事件 对 你比如说ET这种事 你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对吧 那么你打一摇 我在地球出现 还登一个自行车 上月亮 这肯定早被曝光了 很暗的厉害在于 他整个的一个剧情 你看到你会认为 它是真的 对 而且他的每一季的 就是那个片花过了之后 他是有一句英文 我现在也印象特别深 就是 the truth is out there 真相不在这里 怎么翻译 其实也不想说 但大概你体会 这意思英文 就是真相是被掩盖了 真相是被掩盖了 到底真相是什么 越掩盖 你越想知道 越掩盖 就是这个 老给你这种隔靴骚痒 就是老眼 老眼让你知道 对 就是这个戏里边 运用了非常多 就是跟现实生活所相关的 而且这个编剧 这个编剧导演 他们的这个想象力 真的是异常的丰富 我觉得有时候 你去想天上飞一个船 这件事不难 但是你把一个现实生活中 这个现实生活的事 去跟科幻去关联 实际上挺难的 包括我刚才也说 为什么特别的喜欢 后边你说特别的那集 埃南密室 就是他里边最后是 马丁鲁德金的遇刺 和这个肯尼迪的遇刺 全都是跟S档案相关的 他把这种真实的轰弄 美国历史的一些真实案件 跟这距离人 对 就是完全联系上了 包括就是 这距离 就是说之前有一集 也是拍过说 那个美国的一些 就是空军的试飞员 就是他们去试飞 最先进的 这个美国航天武器 他们试飞之后 回来 回到家里之后 都得了怪病 这个就是觉得 就挺 噱头非常大 这个是真事 这个是真事 这个就是说 所以说一半真一半假 就是所有的这些案件 基本上都是有原型 可追溯的 它确实有51号 这个地区 然后在这个地区里边 他们现在所能够 官方透露的信息 就是说 也不是官方透露 就是我们所能知道信息 就是里边的每个人 都不知道自己 到底在做什么 因为它都是把美国的技术很封闭 然后里边经常有试飞员退役之后 会身上有这种异样的疾病 可能受辐射什么的 比较著名的是B2轰炸机 B2轰炸机 F117两款飞机 是51号地区 已经轰炸机 对 就是你看那个造型 跟飞机非常的 差距非常大 看着很像飞碟 所以一直有说法 说的是美国 在罗森威尔事件的时候 它俘获了一个外星人 包括一批外星的航天技术 然后在这51号地区去研究 其实这也是S档案的 一个最原始的一个创意点 对 而且它是 而且这部剧的 怎么说 它是特别巧妙的是 它把一些媒体 因为咱们都知道 美国媒体非常厉害 它什么都敢报 它什么都敢说 它什么 而且这些 美国媒体还是经常报道 这些普通捉影的这种 就是 而且它把这本身 特别普通捉影 特别玄乎的一些新闻 打出去之后 本身就一个特别大的噱头 这个导演 就利用这些噱头 再去做这个剧 再把这个事再扩大化 这就是一下就 对 反正就让你会觉得 这个特别真 然后让你真的相信 所以真的在那一段的时候 我看这个戏的一段的时候 我真的相信 这个外星人 可能真的在这个世界上 是存在的 包括它对于外星人的描述 就是 就是这个科幻圈 有一个就是外星人悖论 就是说如果外星人 发现我们了 为什么不占领我们 就是有这么一个悖论的说法 他把这个悖论的说法也解释了 他是怎么解释 就是他大概的说法是说 就是说外星人对地球 实际上是会 就是他们无法在地球上 很正常的生存 所以他们要制造一些浑血 来奴役 就明白吧 就是他们到地球上 可能会死掉 可能他们就是呼吸不了 氧气 氧气对来他们是这个剧毒 我们理解吧 就是对 就是有这种毒啊什么的 它没法在地球上 很方便的生活 所以他需要一个长时间的 一个过程 就是当我发现地球 我想殖民地球的时候 我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过程 回去就是做这种科研项目 然后呢 美国这个政府呢 就是跟他们要合作 因为美国政府就是 就是意思就是说 他们想拖延时间 就是他们能够拖延更长的时间 他们就能够想出 对抗外星人的方法 所以他们就跟外星人 可能要假装合作 但其中呢 有一些人呢 就是觉得根本战胜不了外星人 所以我们跟外星人合作 就外星人可以保全我们 家人的安全 可以保全我们家人的安全 罕奸嘛 对对对 都在里边就是一直会这么摇摆不定的 然后所以就是 这个男主人公 很重要的一个情节 就是他妹妹从小就 就被这个外星人抓走了 对吧 被外星人抓走了 实际上这个情节 到后来大概的解释是什么呢 就是说 所有加入这个组织的人 就都要贡献自己的一个亲属 去做为 让外星人进行研究 他们是把妹妹去贡献出去了 那就是说只有美国吗 就其他国家没有参与 那里边也只有美国 因为美国人脑子里可能没有其他国家吧 就是有俄国 后来会跟俄国一直在 在在打当时的前苏联 后来俄国 所以就是他把这个外星人 这个悖论 其实是用一种很巧妙的方法去解解决了 对 就是他很多地方巧妙就巧妙在 他还能把一事给你就是圆上 解释解释说怎么 因为美国人后来就不能再说了 是有这个特别高的一个指示了 对 特别高指 他可以把这个圆上 所以整个故事看完非常的可信 非常的可信 对 包括其实他这里边 也不完全是说外星人 还有一个就是之前也是 也有一集 也让影响我挺深的 就是他有一集叫冰河计划 那河是那个核心的河 剧情是在南极州的一些科学家 发现一个20万年史前的一个生物 一条虫子 然后虫子就是 你现在看来剧情很老套 虫子进入这个科学家体验 完了把所有人都污染了 所以FBI特别狂躁 完了就是派FBI人再去调查他们 其实你现在看的剧情很老套 但是在当时其实这种剧情 其实影响了后来很多美国科幻影视剧 对 其实挺新颖的 这个剧情在当时来讲 因为之前都是比较直接的这种 其实我在当时来看 就是可以 就完全每集 如果再多拍了一两一小时 就完全是一部电影 完全是一个电影 而且你说这集我印象也特别深刻 而且我确实当时也觉得挺恐惧的 就是这个片真的 这一集就是第一季里边的应该是吧 第一季里边比较印象深刻的 就是能够吓到人的地方 他那种吓人并不是有大妖怪出来 是那种内心的恐惧 就是你对哪个人都不信任 因为就是说这个虫子 可能在任何一个人身上 然后跟你一块 我记得清楚 他跟两个主人公 Model跟史高丽两个人去了之后 最后他们互相开始怀疑 开始怀疑是不是对方身上有这个虫子 而且你能看这虫子 是要看他的后背 对 而且最后是特偶然的机会 才发现原来就是不是 对对对 重在别人身上 就是你会不会把你的后背给别人看 就是真的让你挺害怕的 但是你在那个时候能去信任谁 对 而且你发现了 其实他在 他在这一个 在第一季里边 还出现了就是 急神杀人事件 其实他有点是 有点像那个太空漫游 那个2001的致敬的那种 其实你说一些创意点 以前的小说跟电影都会有 但是电视剧去用的是 真的是没有 而且就是AI这集 也反正比较先进 因为在当时来讲 这种概念还不是特别受 就是大众去接受 对对对 对 你像太空 就是这样太空 这个漫游2001 他讲的是 就是六七十年代一个片子 讲的是多少年之后 有了这个AI 九十年代在美国来讲 他们的电脑非常普及了 对对 就是他讲的是 在此时此刻 AI已经存在了 这个是他的亮点 对对对 就之前那些AI存在 都是未来 对对对 就未来的AI 会控制一个机器人来杀你 他这个就是一个大楼 对吧 一个大楼 保安系统 一个保全系统 它就已经具有AI了 所以其实让人很恐惧 就是你真的对于 现在的科技 会重新去审视 对 而且我记得 像太空 是那个电脑 控制了电梯 电梯板是弄死 现在听起来挺傻 看起来也觉得傻乎乎的 但是觉得剧情发展 设计的特别的超前 其实是这样 就是可行这件事 就他很厉害的 就在于这是可行 就是《探空漫游》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电影 但是你现在知道 这事不可行 没有那么高智商的电脑 也没有那什么 但是你当时 是发生过这种事的 就是一个电脑 跟一个国际象棋大师下棋 对应该叫蓝什么 申蓝 不是申蓝 是在申蓝之前的 申蓝之前就有 有过一个事件 他是最后没下营 国际象棋大师 当时他把国际象棋大师 电死了 这事还非常有名 电死对方了 这个是真事 当然了他们的解释 是说漏电 是什么机械故障 对 这是机械故障 反正是报道 到底真假 我没有亲眼看见过 但是报道是有的 就是电脑输了 但是他把对方电死了 所以你能明白 他讲大楼的AI这集的时候 AI并没有说 到了一个能够 研发出机器人来 去杀人 去自我进化 这些都没有 他只是直观的 谁要来去破坏这个系统 用电梯摔死谁 对 他已经是危机到自我身份 他已经有自自我 这种保护思维了 非常低级的这种 这种AI 但是你会感觉 他离你特别近 对 这个片特别 带劲的一个地方 对 因为你看完这 你就会特别害怕 说我去关电视 他不愿意 他不愿意 他在电死我 我还没放告呢 你其实别想关我 对 你看中介者也是 你不会害怕 哪可能有一天 就来机器人逮我 这不是瞎说吗 这机器人离我太远了 是吧 但是你可能有一天 你会在电梯里边 电梯门呼呼一会 开一会关 你就会害怕 是不是电脑要杀了我 对 我觉得这是他 以他剧情 就是编的特别好 就是他所有的设定 必须是 肯定是建立在 这东西有可能实现的 就是说 离你特别近在的基础上 所以让你能有这种 对科幻的这种恐惧 当时是当时作为一个恐怖片来看的 那我还想问你的 就是说 为什么这部剧 时隔这么多年之后 要重新开拍 当时他那个 这个戏结束的原因 是因为当时拍了 九季 其实在第七季的时候 就是 已经出现疲态了 还真没有出现 没有 对 原因是主演 大维杜楚尼 跟福克斯公司解约了 就是他们那个合同 正好到这 大维杜楚尼 想往电影方向发展 对 他有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呢 就这个戏就换男主角了 但其实 他们之间也拍过 两部剧长版的电影 也不是太成功 票房不太好 就是 第一部电影还OK 因为他那个电影 是紧跟着电影联益剧 然后呢 全部全剧中之后 又上过一部电影 那个电影是跟个 翻外片似的 所以状态 就是片的剧情不好 所以票房确实比较惨淡 因为说白了 其实刚才也说了 有各种的 这个S档案里边 有各种的情节 有这种妖魔鬼怪的 也有这种 这个地球的原始生物的 对吧 但核心的情节还是外星人 还是外星人 所以第一个剧长版 是紧接着讲外星人的事 而且是在两季之间 去演的一个 很重要的剧情 所以那版还可以 到最后 那版就其实有点 圈钱兴致了 是这样 所以呢 就是 他片子是因为杜楚尼不演了 所以就是只能 又续了两季 实在是票房太低了 收入率太低了 就结束了 然后就到了21世纪 实际上科学就是更发展 我个人是看完S档案之后 紧接着看的是CSI CSI 我觉得这两个戏 实际上CSI 有很明显的受S档案 影响的因素 你比如说 经常是在黑天的时候 去行动 就具有很强黑暗色彩 科学的手段 然后演尸什么这些 就是他用这个去承载了 包括后来出来的危机边缘 实际也明显是S档案类型的 拍的也还不错 拍的也还不错 其实他很糟糕的是 他加入到这平衡宇宙概念 这个玩会玩很乱 我挺喜欢看的 但也是就回来结束了 其实他最后也是草草收场 他原不上了 包括之前的美剧英雄 也是他一旦玩到这时间概念 他不容易玩明白 实际上是在之后 是到了21之后 美国电影电视剧的行业 就更兴盛了 其实也我觉得是 跟S档案的火爆有关系 他更兴盛了 之前美剧也是 还听说到泡沫剧 家庭剧那种 咱小时候看的那个机器娃娃 是吧 情景喜剧 这些记录都很多 但是S档案几乎开启了 这种硬科幻 可以算是硬科幻 硬科幻 或者说CSI一种科学系 就这种系的新的路子 一个路子 开启之后就百花齐放 所以他其实后边的很多 包括像迷失 就露死了 这个 有时间咱们可以聊聊迷失 露死了 这其实也是 这就是勾勾拍的 对吧 勾勾拍的 他对S档案的这种热爱 实际上S档案并没有说 只是这个片子 慢慢的没人问津了 但整个他所培养的 这一代人 就后一代的电影人 电视剧人 实际上是起来了 所以实际上 我看报道说是 S档案的 21世纪初 就应该是2000年 那会儿结束的 然后那会儿网络还不兴盛 社交媒体根本就都没有 对吧 所以他在一个 社交媒体诞生之前的 一个美剧 结果在有了社交媒体之后 他的粉丝群的互动 这种活跃度 依然特别高 对 现在其实国内 也很多组织也是在 对 你们内部也是在聊 去年2015年 我们刚从新的 从头到尾 又重看了一遍 组织大家一起看 完了开座谈会 组织大家一起看 然后对于这些 几场现象 我们要在中国 找到怎么去解决的方法 所以就是国外 这种组织也非常的多 然后国外的这种粉丝 也非常的火爆 所以这个戏现在重开 其实对福特来讲 肯定是为了票房 肯定是为了挣钱 但是也能看出来 其实大家对这个东西 还是有很强的这种 还是有热度的 热度还是非常高 非常高的热度 非常高热度 当然了新的 这个到底会演成什么样 我们并不太好预计 但是现在能知道的是 几大主演都会回归 比如说就是 莫德斯高里 这是主演肯定会回归 然后他们的那个副局长 Skinner 那个也会回归 包括艾南 据说已经77岁了 77岁高龄 寂静地回归 这个片子里演这个背后的 就是接着抽烟 还是接着抽烟 就是人家是 莫德斯的爸爸 对 你这个又连剧透 之前都演了十几年了 你怎么干什么 虽然他没有明示 他没有明示 就算明示了 他没有在戏里边 这种打突然圆 爸爸我爱你 没有追什么坏 这剧就好在这 硬刻画的剧就好在这 不来那个 但是已经基本明示了 应该是莫德斯的父亲 大维杜主 应该也只好性隐症了 就不太清楚了 但是好像他 我看他们那个 出张专辑他最近 然后他在出专辑那天 在现场演出的时候 演那个 Scolly那个人去现场 两个人还拥吻什么的 弄不太清楚 关心 弄不太清楚 关心这些情况 就这个戏确实 热度还非常的高 其实这挺难得的 就是在社交网络之前 出现的一部戏 现在还依然有 这么高的热度 那我知道 就是我不要了解你 因为你也是常年 致力于这个 超自然现象 这个追踪 然后那个 你相信外星人吗 其实反正这也是 一个过程 就是肯定小的时候 是深信不疑 就是对人事 你小时候也是受到过 什么影响吗 才开始就是 对很多这些事 产生了疑问 就这个我觉得 有些事可能是天生的 或者什么情况 就是对外星人 其实很多人 都会对外星人感兴趣 但确实就是深入的 去琢磨这件事的时候 确实受S档案影响 这个很明确 因为你之前所看到 外星人 就刚才跟你说的 离你很远 对吧 离你都是告诉你 100年之后 外星人来了 怎么怎么样 只有S档案是告诉你 现在外星人 就在你身边 而且这些 不可解释的现象 他去给你去研究 所以S档案 确实让我们去 开始琢磨 有没有外星人 在那个年代 真的是深信有外星人 其实在90年代的时候 还没有互联网的时候 真是想了解 想得到一些 这些方面资讯 非常少的 你只能通过买杂志 就是通过买杂志 然后跟人聊 你相信这个吗 跟稍微 刚认识不久 朋友就想聊着 你如果对方说 我也研究 当然觉得突然找到 找组织那块 那会为了这个 也会去看什么 这种霍金写的书 包括什么时间简史 是吧 有这么说时间简史 也跟物理老师 去讨论物理正经的 那个课 没学怎么样 今天物理老师 讨论量子力学 到底有没有这些东西 但是到现在 对于外星人的态度 我基本上认不认知 宇宙里是存在外星人的 但现在可能跟地球 并没有实质的接触 我是基本上是这种认知 那看来你是否认了 美国物质医区的 一些相关的资料 是上的介绍的东西 我并不是完全否定 我就说我只是暂时 抱以这种认知 我用这种认知 来去研究超自然现象 因为 我们这种科学研究者 研究科学 你必须抱以否定态度 如果你上来就认为 就是有外星人 就是有 然后你去任何一个现象 你都会觉得 这个是外星人导致的 其实你就不科学了 我们必须是抱着 就像片子里边 我现在基本上是 早期我是moder的 不知道粉丝 就是moder的思维 就是我相信外星人存在 后期我现在变成了 Scolly的状态 我先抱以否定态度 然后用科学的态度 去验证这些超自然 就是说你先去追求 先去求真 其实可能 我相信它有 可能是最终一个结果 其实它有没有 其实这东西 但很简单 但是说这个过程 如果你不去追寻的话 我只以为相信就是有 那我什么都别干了 你如果就是相信有 你就别干了 Scolly的干嘛 就是你要追求真相 你先抱以否定态度 所以Scolly这个形象 塑造的非常之重要 非常非常之重要 很多以前相信 它也是为了平衡 如果你上来 就是相信外星人 然后看你发现外星人 然后跟外星人打架 这就变成 这就是Many Black了 对吧 这就变成 对黑衣人也讲 罗森威尔事件 对黑衣人也是 罗森威尔事件 导致了 只有变成黑衣人了 但是这里边 就是Scolly这个角色 绝对的理性 对 这就是Modal 他们办公室里 老贴着的海报上面 那台字 I want to believe I want to believe 我想去相信 但是你想去相信 前提就是你要去 更认真的 以科学的态度 去研究这件事 反正我们现在 基本上是这个态度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不相信 有怪力乱神 然后比如说 我学习不好 我去求个签 我回来就不学了 这个可能 可能是没有用的 当然你可能求个签 会有心理暗示 这个是有可能 所以基本上 这种科学态度 来去研究外星人 是相对 其实在美国 有很多小的民间组 是个人 他们都常年 开个车 拿一堆望远镜 什么什么 天天去追 如果有机会 能够去51号地区 一定会回去的 去51号这个地方 去看一眼飞碟 听说是美洲 基本上是都能看见 对 其实是美国的是 是非的飞机 美国是非 不过真的是这样 其实我在这 其实想多说两句 就是我们在中国 有的时候 会太过于封闭了 你真的 因为我看过 因为真的是深入去研究过 我看过一些 51号地区 已经公开的档案 它的视频 他们真的已经 做出了很多 我们现在 就是还是黑白片呢 我们很多 我们难以想象的设备 但是现在可能 就是你也别说这 我就是看那新闻说 咱国家现在 连那圆珠笔 那上面那猪 都生产不了 李中堂都说了 说都生气了 你知道吗 我觉得你现在 说的东西太远 你先解决一下 咱国家的圆珠笔 生产这问题 我们解决不了 但是真的就是 51号地区 比如说黑白片的时候 那你就是至少 六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那会儿 就已经有无人机了 而且一个人 站在上面的无人机 这个东西 是能早研制出来 现在你可能 其实我觉得 这也是跟国家 技术工业有关系 因为你很多东西 你不能说 一带全是纯进口 有一些东西 毕竟你还得自己做 包括说的像 其实我经常 有时候跟人聊 我觉得S短缸 现在再重新开启 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又有十几年的 近二十年的科技进步 其实那会儿 我们所害怕的 很多东西真的 离我们更近了 德国应该已经 造出了外置的 大脑的储存器 这是很先进 他是当时 做这个的原因 是为了解决 老年痴呆症 这个问题 他不是会 大脑受损之后 就是说把大脑机 转移到外置 一个储存器 转移到一个外置 他也是挂在大脑里边 或者说怎么样 外置的帮你去储存 包括巴西事业杯的时候 是有一个 一个瘫痪的人去开球 对吧 是有这个事 他也是通过大脑脑电波 来控制他的腿 我们会发现 科技已经真的发生到了 一个你非常可怕的地方 包括多少年前 深蓝电脑 就已经可以打败人类的 打不败的还要杀人家 那个是之前一代 那是机械故障 爆的是机械故障 爆的是机械故障 当然就是 比如说AI的进步 对吧 图灵实验 如果知道科幻 你一定会知道图灵实验 因为你看 去年还看了 图灵的电影 包场夜里12点 没人看 图灵实验 现在已经通过了 包括说像 薛丁额的猫 这个实验 也都已经有实质 去操作做 这开始是个幻想实验 这并不是一个话剧 这是一个幻想实验 就是科学已经发展到了 一个真的让你 但其实反而 就是越来越小众了 像你刚才说的 这些东西 其实反而并不是大众 其实大众 他们想可知的 就是突然分析一东西 它可能是飞碟 其实这是一个 最浅显的一个现象 但你可能说 现在越来越小众 会不会 我就不好说 我只能说在国外 不是 就国内大家 你们院里应该 当然你们院里 其实讨论的比较激烈 讨论比较深一些 他们记得聊这些事 我们搞的科研 就是研究这个 各个真实